大家好,我是爱玉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2.5飞消克老必抽 留营社后别错过 2.6星角色历会时间确定 2.5到2.6卡池复克角色安排 女人全卡连发 平民玩家别错过 新穷铁道2.5卡池越来越近 两位新五星角色飞消 凌莎也即将登场 各位开拓者们的新穷 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 而说起2.5版本的前瞻直播 时间预计在8月30日的晚上7.30左右开启 到时候还会有300星穷的兑换码 还是非常香的 届时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领取哈 而说起后续2.6卡池的新角色 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 就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 2.6卡池据说 SP亭云会登场 还有一位新五星角色 目前并不确定 不过就2.6卡池新角色的 说是负二命就太夸张了 目前适配的队友中 这羹鸟可以说是刚需的 飞消爱魂的提升 也得看他的百分比 爱魂虽强 但没有到无脑的地步 想要抽飞消的玩家 还是要考虑配对成本方面 起码对于平民玩家而言 飞消配对的成本较高 至于2.5下半卡池的新五星角色灵莎 五星火属性蜂饶角色 定位方面也早就放了出来 作为鸡破奶 对于平民玩家而言 期待反而会更高一些 就灵莎目前的定位来看 加拉赫的上位 流银的售后队友 而超级破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平民 即便是加上灵莎 也就多了一斤的成本 相对而言 对资源预算不充足的玩家 起玩超级破队的话 还是非常推荐抽取灵莎的 属于是未来可惜的角色了 所以说 各位开拓者们的星穷 是不是都非常的期待呢 星穷铁刀2.5卡池 越来越近 两位新五星角色 飞消灵莎也即将登场 各位开拓者们的星穷 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 而说起后续 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 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 一起来看看吧 有关于2.5卡池新角色登场的安排 官方也早已经公布 分别是飞消灵莎莫泽 其中飞消会在上半卡池登场 灵莎则是在下半卡池登场 对于两位星五星角色的登场 玩家们的期待还是非常高的 2.5卡池复刻角色的话 还是之前提到的黑天鹅真理医生 并没有改动 而说起后续2.6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目前来看也是藏得最深的 虽然在早期的前瞻直播中 官方一共公布了七位新角色 但是除去已经登场的云离 焦丘SP3月7飞消灵莎莫泽也就剩下怀言没有登场了 登场概率可以说是非常小的 加上最近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2.6卡池据说亭云SD会登场 星期日则是大概率在2.7卡池登场 反倒是有关于罗斯姑母的 相关消息倒是被放了出来 2.6卡池复刻角色登场的安排 如果2.5卡池确定 那么黄泉杀金之羹鸟这三位 角色在2.6卡池复刻的概率比较大 毕竟2.0版本之前的角色都已经复刻过一轮了 到了2月6日 卡池已经属于皮诺康尼的后期 在复刻2.0之前的角色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 估计到时候不仅仅是新角色轮番上线 就连人权卡角色也都轮流复刻 到时候星穷才是真的不够用 当然啦 毕竟版本跨都大 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 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